HELLO,我是詩文 上個月去Jersey Island 體驗了一波米其林一星餐廳 叫做Bohemia的晚飯 晚餐 Anyway,今天就給大家上傳一下 用餐體驗 首先看菜單又看了很久 最後還是點了Surprise Menu 因為懶得跳 然後這是送的餐前甜點 很一般的味道 不管是再好的米其林餐廳 也是用這種Butter加麵包 來給你當主食甜肚子 對,真的是尷尬 然後上了第一個Starter 這個Starter我剛開始不怎麼會錄 所以就只有那麼一小小點 裡面是小蝦和土豆泥 然後第二個Starter一打開特別好玩 裡面就跟海水過來打的那種泡沫一樣 然後翻開裡面是黃瓜和Oyster 叫做生蠔 我吃了一口生蠔我就太腥了 所以我就把它遞給了 哎呀 不過裡面的黃瓜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黃瓜絲 然後那個暖暖的 然後呢,哎呀上的是這種魚 於是我就要它給我分了一點 畢竟我把我的Oyster給它了 還是魚好吃沒有怪味 然後這個勺子特別好玩 有一個小凹槽耶 然後接下來是Premain 應該是第三道菜吧 這個裡面有鴨子肉 然後有那種橘子的醬的感覺 但是總體而言整道菜是非常非常的濃 就很rich 很油然後很濃稠的這種Prem 很濃 這個Main Course我真的是好喜歡 這個魚加旁邊那個黑色的醬 我覺得有點像是黑胡椒醬啦 嗯,不能那麼言 簡單的說 反正這個魚我是吃的特別的爽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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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到底說多少個超好吃 反正就很符合中國人口味的一道菜 嗯 然後飯後甜點 首先是Cream Ice Cream 還有一些小冰沙 沒錯,粉紅色那個是小冰沙 就在你吃了又鹹又濃又稠的這些Course之後 吃一點這種小冰冰涼涼的甜點 是超級舒服的一件事 超好吃 真的是吃到停不下來的那種 冰沙真是太好吃了 最後再說一遍 結果最後到最後又來了一道 裡面是有巧克力醬和芒果冰淇淋 還有加一堆那種橘子口味的 不丁還有那種醬 不過這個的份量對我來說有點大 然後 很甜 所以整個吃完了之後我還梳了一下口 太甜啦 不過我還吃完了 我們終於吃完了 現在的時間是 哎呀,不好意思 現在時間是9點48晚上 然後我們大概 excuse me 七點半左右的時候到 所以大概吃了兩個小時 然後一共有幾個Course 一共是要6個Course 然後吃了兩個小時 所以算下來的話一個Course是要 一餅吧 這20分鐘嗎 一個Course要吃23分鐘 就是包括 包括 什麼等的啊 包括他等我等他 然後我們吃 然後又等他收盤 然後等他又不上 上餐具 然後又上吃了 然後又斷開 這種 終而復始的 繁送的過程 我已經吃了快睡白了 睡覺 哈哈哈哈 好困難啊 要回家睡覺 這樣 哦對,這個叫 Surprise Dinner 就我們不知道 還會跟我們上什麼 然後這些就是 給我們上的這些玩意兒些 就是這些是 keywords So that's our dinner 回酒店了 拜拜 拜拜